救護人員十萬火機趕到現場 兩車撞成一團 其中一名駕駛失去生命吉祥 趕快先急救 另一輛車上甚至還有一歲大女嬰 受困在車內 強力撞擊 車頭整個凹陷變形 沿路都是車殼零件 甚至還噴飛到一旁邊坡 只是這一處發生類似車禍 不是第一次 快啊 快 很快啊 很快 我們就常常看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包括 你看到我們那個 看得到的那個 含棒那種的有沒有 就有時候都還會被撞壞掉 更奇怪就是他上坡 他還可以出車禍 28號下午2點多 一名27歲高姓駕駛 從台東北上 新京花蓮縣東海岸公路 台11縣35公里處 八旗休息站附近 不明原因突然停移車道 跟對象轎車發生碰撞 所有右橋邊坡護欄撞上去 才停下 而這名高姓男子是海巡人員 在這場車禍中喪命 對象駕駛及乘客 總共三人包含一歲大女嬰 則是擦錯傷 還好沒有答案 這路段是山路轉彎處 標示速限25公里 要減速慢行 事故發生當下有下雨 是因為車礦不佳釀貨 還是車速過快 或是有其他因素 還有警方後續追查 TVBS新聞高中也身份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